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那今天一樣要來實況集合啦 動物森友會 耶~~ 不是啦 我這邊講完要拍一首啦 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一樣要來實況集合啦 動物森友會 耶~~ 那今天的主題開始之前呢 我要先來換一下我的島崎喔 我的島崎現在是長這樣子 那我有重新稍微修改了一下 所以我現在要來把它換成新的 很棒吧 那這就是我的新島崎了 耶~~ 超棒的 稍微修改了一下 讓阿一舉了一下手 看起來比較活潑一點 那今天我要來介紹一下我的阿一房間跟家具喔 因為有其他阿一教的信徒來留言問我說 這些阿一圖案的家具是哪邊下載的 他也想要載回去用喔 但其實這個都是我自己畫的喔 除了地板上面這個阿一是我用轉圖的方式用的 那這個我留到後面再講 我先來說一下這個我的設計啦 因為我覺得我原本畫的阿一有點歪歪斜斜的 所以我重新調整後才敢來拍這一集 那我先畫了一個這個阿一的頭 然後它的背景是透明的 背景是透明的話用在一些家具上會比較好看 那我再複製了一個 複製之後呢 我再幫它加了一些紅色的背景喔 這樣的話放在一些布置品上面就可以用了 那另外這一個呢 我也是用複製的 然後再稍微加工一下 讓它變成笑臉 然後手舉起來再加上一些 不知所云的線條 當成背景 那想做阿一的主題房啊 那家具詮釋阿一的頭也是蠻可怕的 所以我這邊也用阿一的元素 也就是他身上穿的那件1號T恤上面的數字1 又做了這兩張圖 附帶一題喔 就是任天堂大亂鬥 我的愛用角色村民呢 他也是穿這件1號T 那這一張是畫一個1在正中間 那另外一張是像這樣子畫 那大範圍輸出的時候呢 就會像我牆地這樣子喔 不然只畫1在中間的話 其實就沒有那麼好看 我給你們看 用這個的話會變成什麼樣子 像你畫正中間的話它就會像這樣 就沒那麼好看阿 而且也會有點死板喔 那影片的後面呢我會把這些圖都上傳 那大家也想加入我大阿依教當信徒的話 也歡迎去下載來使用喔 好的那圖的素材準備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來使用改造 來把這些圖片運用在這些家具上面 那要改造的時候 如果不曉得哪些家具可以改造 而且也會需要用到改造工具嘛 我們也不知道改造出來後的效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那要怎麼辦呢 嘿嘿 有這種狀況我們就來去巴獵島吧 好的 那我們現在在巴獵島了 那在這邊我們只要到這個畫面喔 然後移到家具這邊來 有沒有發現說有一些家具它上面都有一些油漆的符號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油漆符號就表示說它是可以改造的喔 那我們就可以點X進去看一下 但不是每一種家具都可以放我們的設計圖喔 像這個木製椅 它就只能改成其他顏色的木頭 那大多都是像我們下面這些有布織品的家具 才可以放我們的設計圖 像這個坐墊 像一般坐墊是這樣的 那我們這邊用 我的設計 然後譬如說我放一個阿易的頭 那就可以看得出來啦 那選好後座出來看看有沒有達到自己期望的效果 那在巴獵島這樣子測試就不用多花那些改造工具啦 也可以比較明確知道說自己需要添購或者製作哪些家具 另外就是上一次影片中我們有提到的麻兒給我們的布料呢 這邊也都可以試的 那接下來我直接帶你們去我已經準備好的完成品的房間 就像料理節目啊 教完過程之後就會直接拿一盤已經煮好的出來做結尾一樣喔 給大家參考一下我選用的這些家具都可以改造喔 像這個原木沙發 還有原木床鋪 原木系列的好像大部分都可以改造 然後筆電的畫面啊 這樣看起來像不像阿易在跟我視訊啊 超棒的 然後這些托盤啊 桌子 然後唱片箱啊 然後這個是落地燈 然後牆上 這樣是不是比較好看到 牆上的鐘 然後這邊有個牌子 然後吊床 抱枕 還有這個燈 然後這邊也是牆上有這個 這叫什麼 留言板嗎 然後這個樸素的 這個叫什麼 壁板 然後地上的這些紙 然後阿易的本本 然後 冰箱 然後跟那個置物櫃外面的貼紙 然後這個14萬的掛簾呢 你也可以把 它上面貴重的東西給拆下來 然後放阿易的照片 然後這個加油站啊上面的圖案啊 那像這個 這個可能也要放大一下 有沒有其他上面的阿易貼紙 還有這個音箱上面的 然後這邊雜誌架也是放著阿易的本本喔 還有這邊牆上的簽名板 然後這個DJ台 或者是像這個體重計阿 很多東西都可以改造 那大家就可以慢慢的試一下 看有什麼東西是自己喜歡 又可以改造的 那我這邊是為了示範阿 所以沒有很認真的在佈置 就是東西隨便亂放 那大家就可以依自己喜歡的風格 來佈置自己的房間啊 希望每個人的家裡 都有一個阿易房喔 這樣我就步驟成功了 那日本那邊有個專門做深度攻略的實況主 他剛好上個禮拜有拍一支影片 他把所有能改造的傢俱都列出來了 我會把他那支影片的連結放在資訊欄喔 那有興趣的可以過去看一下喔 那不懂日文也沒關係喔 看畫面你也可以看得出來說 是哪些傢俱可以改造 那另外有一件事要跟大家提的就是 用自己設計圖改造出來的傢俱阿 它的葉子會是淺綠色的喔 那它跟一般的綠色葉子不一樣的地方 就在於它無法送給別人喔 除了無法送給島民當禮物 它也不能送給住在其他島上的朋友 所以淺綠色的葉子的傢俱 就只能玩家自己用了 不過可以主帳號跟副帳號之間來交流 那這點也是有點可惜啦 像我本來打算送阿伊一堆印有他照片的傢俱的 不過這種事情如果真的是發生在現實的話 有人每天一直送印有你自己照片的周邊商品 好像會蠻困擾的喔 我想我是阿伊的話一定會嚇到想搬離這個島 那再來我要講我地板的這個阿伊是怎麼用的 那我這邊推薦一個日本的網站叫Nanica 我會把網址貼在資訊欄 那在這個網站你可以把自己喜歡的圖片上傳到這個地方 那它就會幫你把圖片轉成點證圖喔 而且它會顯示一個QR Code 你再用手機上任天堂的APP把它掃下來 就可以上傳到遊戲中的我的設計欄位裡 那我們就可以用鋪在地板上的方法 把那個掃出來的圖片給拍好 像我這些就是掃進來的圖喔 那要注意的兩點就是上傳的圖片 顏色盡量不要太多啦 因為它內建的顏色 我給你們看一下 因為它內建的設計裡面一張圖就只有這些顏色而已 那如果你的圖可能太繽紛的話 它可能這些就不夠用齁 然後你可能上傳之後那個圖片出來的效果 就不會像預期那麼好 那第二點就是圖檔不要太大喔 依照自己的需求 它這個網站是可以做大小的調整 那大家可以多少試一下喔 還有剛才說到任天堂的APP很方便 我覺得有玩動森的人都應該去下載一個 那下次我再來介紹一下這個東西啦 好啦 那最後我要來這裡把我剛才的設計圖給上傳啦 那這是我第一次上傳圖片喔 我來看看操作流程位是怎樣 是說大家對這些衣服有沒有興趣啊 就是我自己畫的RE系列的衣服 要不然我乾脆就一次全部上傳好了 使用 投稿 我明白了 這是我的ID是吧 那你們可以直接 找這個ID就可以找到我登錄的所有圖片喔 投稿 要分享嗎 先不用好了 繼續投稿 其實蠻快的 然後再切個第二章 接下來呢我來投稿 我畫的這些阿依衣服喔 這個是帽子 阿依帽 這個是阿依毛帽 還有這個是盜版獲得一號服 哈哈哈哈 投稿 為什麼會畫盜版的 就是因為當初 我很想要穿 可是我一直買不到 我就乾脆 先自己畫一個 這個是阿依毛衣 這個是阿依的背心 這個是阿依的襯衫 在後面我還畫了一個貓掌 這個是阿依帽T 這個是阿依大依 好啦 那大家其實只要記得我的作者ID的號碼就可以了 就是直接用作者ID來搜尋 應該會比較快 完成啦 我期待大家也加入我們阿依教喔 叮叮 哈哈 好配合喔 幹嘛這樣子 不要嫌棄我嗎 不是吧 屁啦 那你自己穿的時候為什麼不穿 阿依阿依最可愛 這是阿依工作人員喔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在我跟阿依的 靈褲洞下 他一直不理我耶 太可惡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阿依看一下我好不好 看一下我好不好 理一下我好不好 跟大家講一下再見嘛 好不好 看這邊嘛 看這邊嘛 這樣我沒辦法結束耶 快點 算了 好啦 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 阿依 第四次影片